结婚当天 我的婚车被一个男生追尾了 他从车里下来 忐忑不安地走过来 跟我们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一低头 大概二十出头的年纪 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 面向生涩 像还在上学的学生 女朋友柳如烟立刻下车 隔着车跟他开玩笑 怎么 想抢婚 男生一副愧疚的样子 咬着唇 一言不发 面对我疑惑的目光 柳如烟大大方方地介绍 他是我前男友 住在附近 他似乎突然意识到 应该跟我道歉 于是满脸歉意地低头对我说 对不起啊哥哥 搅乱了你大喜的日子 我该怎么办啊 正常人的反应 是叫保险公司 这个男生却一副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快教教我的态度 柳如烟无奈地笑笑 我不是教过你吗 怎么还是什么都不会 我 忘了 柳如烟侧身对我说 你等我一下 我跟他处理完事故就回来 在这之前 他从来没跟我提过前任的事 柳如烟和我同岁 二十七 硕士毕业 而那个男生 看着似乎小一点 他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什么时候分手的 我一概不知 由于他撞掉了保险杠 车没法用了 临时换车耽误了很久 导致我们当天的婚礼 错过了及时 更有不少邻居 跑出来看热闹 还有阿姨隔着窗户问我 小记 那男的什么情况 真抢婚啊 旁边看热闹的大爷 拎着小马扎回来 说 你女朋友跟他的狗可熟了 又搂又抱的 不像话 我当时就想叫停婚礼 但双方宾客都已经到场 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等吧 于是我跟司仪商议 取消了主持 什么都不做 让宾客先吃饭 爸妈打来电话 问我 宝啊 怎么回事啊 我说 婚礼先不办了 柳如烟家那边急了 一个镜给我打电话 我调了镜音 一个没接 而是直接扭头回了我们的婚房 当晚柳如烟回家 闭口不提白天发生的事 上来就问我 为什么叫停婚礼 还会倒打一耙了 你不该跟我解释一下吗 柳如烟放钥匙的手一顿 无所谓的说 就是前男友啊 撞婚车的事 我也没料到 巧合而已 你不要多想 我和柳如烟是相亲认识的 说话也比较直接 既然是前男友 我认为 你没有必要替他联系保险公司 柳如烟脱掉外套 在我对面坐下来 心平气和地开口 一腾城的车 是我陪他买的 保险也是我给他办的 他自己弄不明白 会耽误给你的赔偿 你父母三十万的婚车 总不能拖着不休吧 柳如烟的逻辑很怪 因为担心拿不到钱 就帮肇事者跑保险 他这么积极 去保险公司当业务员得了 你和一腾城什么时候分的 半年前 和平分手 柳如烟一点也没隐瞒 因为性格不合 他抹了八脸 亲爱的 今天都累了一天了 我们别因为这事 影响自己的生活 他抓起一旁的毛巾 你先睡吧 我还有事情处理 说完就去浴室洗澡了 没有后续的交代 模棱两可的态度 直接把我气笑了 我跟柳如烟是先办婚礼 再领证 现在证还没领 突然蹦出个前任 我认为 其实没有再领证的必要了 但是婚房是我家和柳家 各出了一半 房产证上写的我俩的名字 财产划分 跟双方父母沟通 都需要时间 修车费要大几千 据柳如烟所说 一腾城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跟柳如烟说 这是我的婚车 不管怎么样 必须赔偿 现在我只要把他 从房产证上踢出去 已经拿到我的赔偿 就可以分手了 之后几天 柳如烟变得很忙 他光明正大地跟我说 我跟一腾城去一趟保险公司 一腾城那边出了点问题 我过去看看 双方父母问起我领证的事 我便一拖再拖 私底下找了律师 咨询财产的问题 没想到 荒唐的事 还真被我遇上了 那天 我把文件落在家了 趁中午公司午休时 抽时间回了趟家 一进门 就听见 卧室有人说话 我以为是爸妈来了 一推门 一腾城穿得很清凉 趴在柳如烟身上 脸红红的 你不是不想我吗 柳如烟眼神迷离 现在也不想 然而他手上的动作 还是暴露了他的想法 他们俩把我的昏床 弄得皱皱巴巴的 我亲手选的床单上 沾满了一腾城的头发 还有他廉价香水的味道 一种恶心 瞬间充斥了我的大脑 他们两个在玩什么 破镜重圆的戏码吗 东 门撞在墙上 反弹回来 巨大的声音 吓得一腾城一哆嗦 他红着脸望过来 柳如烟眼神渐渐恢复清明 扶着一腾城的腰 慢慢坐起来 用被子给他一包 你先走吧 我来处理 一腾城顶着被子 细细速速收拾好自己 然后在我的注视下 坚定地抱住了柳如烟的胳膊 十分真诚地说 对不起啊 我还是放不下他 这间婚房花了多少钱 我把钱给你 你把女朋友还给我 我挺喜欢这个装修风格的 要不还是 你走吧 我手里拎着文件 静静地问 如果不用结婚 我本来可以贷款买下这个公寓 为什么要搬 一腾城有些无错的仰头 看柳如烟 希望他能说句话 柳如烟想了想 我认为咱们两个 没必要领证了 我想明白了 我还是喜欢跟他在一起 你喜欢跟猪在一起 我也没意见 但房子必须是我的 一腾城不乐意了 他也出了钱 凭什么是你的 就凭没有我 他压根买不到这个地段的房子 我举起手机 给他俩拍了张合照 准备发在柳家的家族群里 柳如烟疼地站起来 把我拉出门外 压低声说 你别闹了 我妈根本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闹大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哦 破案了 不是性格不合 是家里不允许 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房子我必须拿 他们俩也必须滚 当晚闹得不是很愉快 柳如烟和我在客厅里谈话 一腾城待在卧室里 因为我不想坐在他们两个 折腾过的床单上 柳如烟竭尽所能地劝我 我又不差钱 多给你一点不就行了 你爸妈已经给你买过一套房子了 还差现在这一套吗 我缺的是那些钱 房子的购买 装修 都是我辛辛苦苦盯着 连窗帘都是我跑了不下 十几家店才定下的 现在为了一个不要脸的前任 就拱手让人 凭什么 说白了 房子是我的资源 我为什么要给他 扶贫吗 我喜欢这一套 见我不松口 柳如烟也恼了 你这么耗着有意思吗 我不喜欢你 你听明白了吗 我震惊了 说得好像我多喜欢他一样 他该不会以为 我咬死不松口 是因为我还想挽回他吧 反正我跟柳如烟没领证 也没有任何深入交流 此时 他急着嫁给一腾成 我反而成了最不着急的一方 我笑着说 房产证上写的是咱俩名字 你要么拿了我的钱把名去了 要么就耗着 握室门东地打开 一腾成若无其事地走出来 拉住柳如烟的手 晃了晃 平心静气地说 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我又不是没房子 你跟我回家啊 一腾成所谓的房子 是租的 他这个年纪的小男生 大概只会因为女人的偏爱 扬眉吐气 真爱无价 但其实 他不知道 偏爱在现实面前 一文不值 柳如烟拉着一腾成摔门走了 晚上的时候 我接到了柳如烟妈妈的电话 小季啊 你跟柳如烟是不是闹矛盾了 是 阿姨 我打算跟他分手 你们买房子的钱 我过后会赚回去 柳如烟跟我办理过户手续就可以了 你至少得给我个原因吧 阿姨 你还是问他吧 柳阿姨匆匆挂了电话 我则继续跟爸妈商量退份子钱的事 柳如烟真有骨气 他既然搬去和一腾成一起住了 其实也没搬多远 就在同一小区 我上下班的时候 总能碰见他们俩牵着狗散步 那只狗特别凶 总爱冲我叫 一腾成阴阳怪气地笑着说 你瞧这小东西 还懂得分好坏 第二天 我就跟物业投诉了 物业找到一腾成 说 麻烦下次把你们家的狗管好 下到业主 我们也没法负责 一腾成不乐意了 在大群里公然艾特我 胆子小别出门啊 你总不能让全世界的狗 都躲着你走吧 大致意思 就是我矫情 意图煽动爱狗人士攻击我 果然下面就有人发言 对呗 小伙子 你怕狗就躲着点走呗 互相尊重 是啊 我们都拴着绳 爱你什么事了 对门邻居突然冒出来 替我打抱不平 可是他家狗不拴绳啊 上次我家孩子也被吓着了 真有素质 群里沉默了片刻 刚才指责我的业主 反过来艾特一腾成 你遛狗不拴绳 给我们养狗都抹黑吧 柳如烟说话了 抱歉 下次注意 但是他忘记改昵称了 他和我 都顶着102的房间号说话 群主纳闷 柳小姐 您到底住哪啊 不是102吗 我这边消息延迟 原本佐证一腾成 遛狗不拴绳的照片 一分钟后才发出去 于是 视频就出现在群主问话底下 视频里 一腾成的狗到处乱废 一腾成为了挑衅我 拽着柳如烟在后面 肆无忌惮地接吻 群里一片死寂 突然有人问 我 记得 102是对夫妻吧 前几天刚结婚 这是什么情况 柳如烟突然给我发来私信 你撤回行不行 我没理他 切回大群的时候 群里已经炸了 不是吧 老婆跟别的男人搞一起了 还这么明目张胆 挑衅 破坏人家庭都这么不要脸了 连狗都欺负人 真贱啊 那天亲眼目睹一切的邻居来了见 在群里发雨 哎呀 我看见了 那天啊 这个不要脸的男的 开车把婚车撞了 撞完新娘就下来了 就是抢婚 养狗的都知道吧 狗对一个人这么热情 一定是熟人 说不定以前就搞上了 102男主人 你仔细查查 本来一直装死的 一腾成脸上挂不住了 狡辩 我跟他以前就触过 在他认识新郎之前 邻居问 那你俩这是骗婚 有人发出了结婚当天 汽车追尾的视频 两个视频一对比 一腾成被扒得一干二净 一时间 群情激愤 消息刷屏了 一腾成的房主发话了 你以前就认识 不代表你可以破坏别人的婚姻 一腾成 下个月搬走吧 就是 现在人这么没底线了吗 不要脸吧 底下一对人刷屏 赞同 这里的房子地段好 根本不筹租 一腾成的房东我认识 以前一起吃过饭 他找我私聊 当时觉得一个小年轻 柔柔弱弱的挺不容易 才没收他多少钱 没想到是个知三当三的傻子 等我回到大群 就发现一腾成就被踢出了群聊 过了会儿 柳如烟也主动退群了 房产过户的事 柳如烟一直没有动静 他也想跟我号到底 有得必有失 我和柳如烟闹掰了 婚嫁也取消了 这个月 公司竞争上岗 我沉迷工作 业绩意外拿了第一 反而还升职加薪了 同事说我是情场失忆 官场得意 当晚闹着要我请客 九点半散场 我在KTV门口 遇见了一腾成 他刚跟朋友告别 就跑过来堵住我 哥 咱俩谈谈谈呗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一腾成也不管我说什么 摸出电话给柳如烟打过去 老婆 你不用接我了 我自己回去 说完 一副他就是爱我要死 怎么办的蠢样 反正顺路 我拎着包在前面走 他就在后面输出 柳如烟以前跟我触过 其实你才算第三者 我突然停下脚步 扭头直勾勾盯着他 真不知道 他脑子装了多少水 一腾成瞧见我的反应 变本加厉 是 就算我抢婚这个行为不光彩 可是怎么办 我好坏啊 我就是喜欢柳如烟 我不可能让啊 换成你 你愿意让 我为什么要跟一坨屎换位思考 你俩出那么好 为什么分手 我妈不让 我刚考上研究生 要以学业为重 我家是书香门第 要是我愿意取 还有你的份 叔叔和阿姨 肯定更喜欢我啊 我依然盯着他 不说话 现在在一起了 他怎么还不跟你结婚 一腾成一顿 突然像被戳中了痛点 面无表情的身处无名指 他已经跟我求婚了啊 当天晚上就求婚了 还承诺我 要跟你退婚 看到拿着放大镜 都找不出钻的 钻剑 我差点笑了 柳如烟就是个普通打工族 一个月一万出头的工资 扣掉生活费水电费 并不赋予 不向我们结婚 五金 钻剑 一应俱全 虽然我现在已经把东西 全退回去了 但当时 那个钻戒差点亮瞎人眼 我笑了笑 现在我们两个 还在一张房本上 他一天不嫁给你 你的婚房一天就没有着落 我还得谢谢你老婆 拿自己的钱给我买房 不然我得背房贷了 他晚车一天 我就多省一天的利息 哦 那你挺自豪啊 乞丐 一腾成表现得一脸无所谓 仿佛我才是那个 自作多情的人 然而从他的脸色 我知道他气得要死 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柳如烟咬着房子不松口 那就让一腾成回去跟他闹 闹多了 柳如烟耗不起了 自然就跑来 跟我办了 果然 一周后 我接到了柳如烟打来的电话 你怎么跟腾成说的 你想让我怎么说 柳如烟语气生硬 你没必要刺激他吧 他现在天天哭 本来身体就不好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 他天天哭是我的问题 不该是你的问题吗 你要是不刺激我老公 他会天天闹着见家长 柳如烟语气也不好 但我抓住了他话里的信息 闹着见家长 那为什么不见呢 因为柳家根本不欢迎一腾成 柳如烟一直瞒着 不敢让一腾成知道 这一刻 我竟然说不出 一腾成是可笑还是可悲 柳如烟没搞定父母 所以 他短期内没法跟一腾成结婚 我想依靠一腾成 把房子要回来的方法 就行不通了 无奈之下 我只能跟柳阿姨谈 两周的时间 我向亲戚朋友筹借了一些钱 联系了柳阿姨 阿姨 上次我估计您的身体 所以没提这事 柳如烟和前任复合了 婚房是我爸妈托关系才买到的 所以我不能把房子留给他 麻烦您跟柳如烟说说 跟我去办过户手续 柳阿姨先是一顿 继而唉声叹气 我和你爸就中意你 别的女婿 我们也不认 其实这种话 听听得了 没有爹妈不向着自己孩子的 都知道房子好 都想要 她在电话里再三道歉 这样吧 我跟你去趟柳如烟那 咱们坐下来 包括那个男的 开诚不公地谈一次 去之前 我带上了所有的证件 如果谈得顺利 最好一天内办完 彻底跟柳如烟断绝来往 柳阿姨手里 竟然有柳如烟和一腾成家的钥匙 应该是柳如烟给他的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偏袒 他再不喜欢 儿子看上了 他也得帮着 他领着我进了屋 坐在沙发上 准备给柳如烟打电话 门突然从外面开了 笑声先传来 我觉得是个女孩 跟你一样 紧接着 一腾成走进来 手里攥着一张必钞单子 他正在跟柳如烟打电话 脸上的笑容还没消失 就看见我俩坐在沙发上等他 一时间 现场落针可闻 他慢慢放下东西 顿了几秒钟 十分淡定地说 老婆 你妈妈 和你前夫来了 是的 他管我叫前夫 趁我不注意 他还撇了撇嘴 一副瞧不上我的模样 我坐着没动 也没开口 之前 柳阿姨瞧不上一腾成 可现在柳如烟有孩子了 眼下这个情形 就很值得人揣摩了 我知道柳阿姨喜欢孩子 之前就旁敲侧击地告诉我 想抱孙子 现在好了 有人满足了 果然 柳阿姨的脸色 已经不一样了 原本醋着眉 现在慢慢伸展开 等一腾成挂了电话 就开口问 柳如烟怀孕了 一腾成点点头 把臂钞单子递过来 阿姨 是柳如烟的 但她有一点拿捏的准 就是自己从来不出头 一切都推给柳如烟交涉 柳如烟回来时 跑得满头大汉 妈 我和腾成准备领证了 婚礼就不办了 柳阿姨没好气地说 不然你想办几次 还嫌我们不够丢人吗 柳如烟瞥了我一眼 我和腾成还没有婚房 言下之意 是想道德绑架我 把婚房让给她 柳阿姨有些为难 她当开口说第一个字 我就打断了她的话 没问题 既然怀孕了 那就住进去 她们三个都愣住了 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 一腾成一脸得意 就是嘛 婚房当然是 给准备结婚的人住啊 你不结婚 住什么呀 还不如拿着钱走人 柳如烟家白的 一个地段好的房子 柳阿姨虽然嘴上 说着抱歉的话 但脸上的笑去掩戴不住 我说 房子给你们可以 但是我过几天要出差 过户的是 以后再说 柳如烟脸色有点不好看 但由于她之前 也这么拖着我 所以不好 指责我什么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笑了笑 看情况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因为我彻底看清楚了 要想把柳如烟 从房本上踢出去 压根不可能 因为她已经没有道德了 当道德靠不住的时候 那便诉诸法律 我从网上 买了几个迷你摄像头 请师傅安在家里的各个地方 另外又开了一路网线 专门供几个摄像头联网 这样手机能随时随地 观察到家里的情况 我避开了卧室 和厕所等私密场所 因为我也不靠这个 随后 收拾好自己的生活用品 搬出了婚房 第二天 一腾成就迫不及待地搬进去了 我偶尔会登陆家里的摄像头 看见他们俩在房子的 各种地方腻歪 更有几次 一腾成问 我和你前夫比 谁好看 当然是你好看 那个坏男人 天天欺负我 这次可算滚了 你以后出门小心点 万一他找人报复你 我没报复 他就不错了 兄弟和周围邻居 都替我感到不值 你怎么不争口气啊 凭什么 把婚房让给那对狗男女 是我就往门外泼大份 故人骂到他爹妈都不敢认 可是这些 只是不痛不痒 小打小闹 要搞就搞个大的 我知道一腾成在窥探 我的朋友圈和社交软件 因此从那天开始 我每天都发一条动态 第一天是家里的茶几 我说我喜欢北欧峰 他跑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 帮我找到的 第二天是窗帘 他喜欢黑色的 可是我喜欢透的 最后还是听了我的意见 第三天 我家的设计图都在这里了 想抄作业的朋友私信我 我可以完美复制 第四天 我还爱你 等发到第十天 深夜 一腾成手滑 给我点了个赞 然后火速取消了 某天周末的清晨 邻居给我发微信 你们家叮叮当当在搞什么呀 我登录摄像头 一看 好家伙 一腾成终于忍不住 开工了 茶几餐桌窗帘沙发 都被他请来的工人砸得稀碎 并运了出去 不到一天的时间 家里变得空空荡荡的 一腾成心情极好的坐在废墟里 给柳如烟打电话 亲爱的 我把那男人的东西都扔掉了 你今天早点下班回来 咱们换新的 与此同时 一腾成朋友圈 更新了一张废墟的照片 配文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我笑了 两分钟后 我打了报警电话 你好 警察同志 我要报警 理由是 故意损坏他人财物 一腾成被带到警察局的时候 人还是蒙圈的 他还穿着早上发朋友圈的那身衣服 化了妆 等着柳如烟下班回来 陪他去家具城挑家具 故意毁坏财物 他听到警察的话 攥着钱包 一脸无辜 我不知道 我没有 我就装修了一下自己的家具 由于当初柳如烟跟我说他没钱了 所以我额外拿出了20万用来装修 现在可派上了用场 我当着警察同志的面 将证据一项项摆在桌面上 当初购买家具的目录费用 明细支付账单和账户 一腾成协助搬家工人杂坏家具 抬走的视频 以及 房产证 权利人 我和柳如烟 共有情况 共同所有 证据确凿 这张红色的房产证 此刻正无声地嘲笑着他无知 警察同志皱眉 问一腾成 你把人家家具 砸了干什么 一腾成竭力辩驳 他说 房子给我住 我搬进去了 我就是房子的男主人 装修风格我不喜欢 画得不行吗 我面无表情 有证据吗 请问我是签了赠予协议 还是给你办了过户手续 警察又看向一腾成 是啊 有证据吗 你别哭 得拿出证据来啊 一腾成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会反复说一句话 就是房子是他的 警察听不下去了 你要是说不明白 就喊你家人来解释 这里不是听你哭的地方 一腾成给柳如烟打了电话 半个小时后 柳如烟脸色清黑地出现在门口 刚进来就劈头盖脸的骂 你见不见啊 记不打 都谈好了 你找什么事 警察怒吓一声 注意你的言辞 我眨眨眼 挤压在心里的恶气 终于在此刻得到了宣泄 警察同志 这是我的婚房 他结婚当天跟他好了 甚至把我撵出家门 自己和他住进去 现在损坏了我装修的家具 您看怎么办 警察瞥了眼清单 说 犯故意毁坏财务罪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千元以内的 还可以调解赔偿 造成巨大损失的损坏 别人的财产物资达到十万元以上的 除了赔偿损失和各种安抚金 还是拘留或者判刑三年 七年或者更长 都是有可能的 你这个 估计不少钱 我只是简单地罗列了几个大件 还没详细算呢 要是算装修和一些工艺品 应该有十几万 也就是说 我能把一腾成给送进去 一腾成脸都下白了 浑身都在发抖 柳如烟突然想到了什么 指着我说 偷拍也能算证据 你侵犯别人隐私 该怎么算 我调出当时我跟柳如烟 装修婚房的聊天记录 其中有一条 亲爱的 房子里值钱的家具太多 我想按个监控 柳如烟 好 他对装修实在不上心 大概率是没记住这件事 我故作惋惜 用一双细血的眼神 盯着柳如烟 亲爱的 咱们家早就按监控了 你也知道啊 我突然想起一段视频 是上次随手保存的 由于后半段过于不忍直视 所以一直丢在收藏家吃灰 现在拿出来 画面是客厅 内容是马赛克 不宜观看 但声音透过手机清晰地传出来 宝贝 我们换个地方吧 万一有摄像头 不怕 一腾成笑嘻嘻的 甚至还调高了声音 就是让他看见 我在他的婚房里干什么 你瞧他天天发朋友圈 都快崩溃了 哈哈 我好话呀亲爱的 不可爱了 现场除了当事人 无一例外 都被恶心到了 警察放下手机 一脸严肃 人家 自己在家里安摄像头怎么了 道德上的败坏我管不了 但损坏财物这件事 我必须管 没你们这么欺负人的 柳如烟荒了 语气软下来 警察同志 他患病了 你能不能放他一马 我笑了 砸家具的时候 也没见他身体不好啊 警察站起来 立案之后就不撤案了 你们商量好 要是接受调解 就去调解室 一腾成似乎才反应过来 惨白着脸 冷冷盯着我 我照价赔偿 警察冷笑一声 不光要赔偿 要是数额巨大 还得坐牢 年纪轻轻的 哪来那么大脾气 跟人家原配叫嚣 一腾成不说话了 抓着柳如烟的袖子 缩在后面 我选择了调解 没有急着 把一腾成送进去 因为让他蹲耗子 并不是我的目的 我也不会拿到任何好处 我在意的 只有实际可观的 能捏在手里 独属于我的房产证和生育 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 一腾成一把冲过来 揪住我的衣领 你是不是想死 我反应敏捷地给了他一巴掌 扇得他脸都红了 不想坐牢 就把你的臭嘴闭上 今天开始 你从我家里滚出去 要让我知道你还敢来 我就报警抓你 一腾成抱着柳如烟 哭了 我不走 我不走 柳如烟一边哄他 一边深吸一口气 说 这样吧 家具损坏多少 我们照价赔偿 房子 我也让给你 明天就办理过户手续 这是以前的条件 现在不一样了 我开心地看着他们 吃屎一样的表情 慢吞吞说 房子给我 你和他 也得在大家面前 公开向我道歉 道歉信我看 就贴在小区布告栏上吧 大家都能看到 你别太过分 我转身 就往警察局走 柳如烟叫住我 好 就按照你说的办 一腾成扯着嗓子 像只疯狗 不可能 我绝不道歉 柳如烟低声哄他 你身体不好 别跟他一般见识 道歉信我替你写 要他亲手写 我会拿去做笔记鉴定的 我不嫌不淡地提醒 你做梦 我死都不道歉 哦 那你还是坐牢去吧 以前是我求着他 现在 换他们来求我了 柳如烟好说歹说 把我从警察局劝出来 因为这件事 柳如烟被迫答应 明天一早就跟我去办过户手续 我多等一秒 都是对他和一腾成的人词 钱我早就准备好 有了柳如烟的同意 过户手续办得特别快 我把柳如烟 从我的房产证上除名了 虽然因此背了房债 但以我目前的收入 五年内就可以还完 压力不算特别大 从政务中心出来那天 柳如烟叫住我 报警的是 你撤了 我无视他命令的语气 你们公开道歉了 一切都好说 毕竟我的目的是拿到房子 至于他们俩怎么样 我不关心 如今 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一半 柳如烟答应 回去就写 当天 我重新联系了装修公司 以前装修 我还要参考柳如烟的喜好 比如他喜欢简约风格 所以我摒弃了自己 一直喜欢的棉麻和小清新元素 这次 我跟装修设计师交代了我的喜好 定为法师轻奢 设计师很热情 我需要参观一下你家的布局 正好现在有时间 一起过去吧 拿到房产证 我心情一直不错 但是这份好心情 在到家门口的时候 假然而止 我的钥匙孔 被水泥堵住了 门上 还用红色油漆 写了四个大字 借人去死 设计师一脸惊悚 哥 你不会惹了什么人吧 不用猜 我都知道是谁 只是我没想到 他还不消停 看来下次 得在楼道里安个监控啊 这时 对门悄悄打开了房门 探头神神秘秘地说 小记啊 你来了 我知道是谁 他把我和设计师请进了家里 开始抱怨 最近家门口总有塞小广告的 怎么说都不听 塞就算了 还往我门上沾 真牛皮选一样 我气不过 就安了个摄像头 他打开电脑 调出当天的监控 你说巧不巧 刚好就录到他了 背面有 待会下楼的正脸也有 只见宽阔的屏幕中央 一腾成背对着镜头 拎着一罐红色的颜料 肆无忌惮地往门上喷字 喷完之后 还掏出自带的水泥 填到锁眼里 做完这些后 他掏出湿巾 在门把手上擦了擦 邻居没忍住 吐槽 他在干什么 擦指纹嘛 真是又坏又蠢 设计师说 水泥灌锁 直接废了 你这防盗门 换锁得花不少钱吧 是不少 我活这么大 见过法盲 但真没见过这么蠢的法盲 他大概也没想到 自己的罪行被人拍下来了 这次没手下留情 没错 我又报警了 道歉信我也不要了 直接在小区群里 公布了一腾成的行径 他当晚就被带走了 于是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 又有了聚众吃瓜的机会 一腾成在楼下撒泼 一口咬定 自己什么都没干 还打了警察 楼下看热闹的大爷大妈 对着他指指点点 就是他啊 年纪轻轻 心眼坏着理 女的也不是傻好东西 一对狗男女 受理此案的 还是上次的警察 他看见我都笑了 你这是什么运气 我也无奈地撇撇嘴 盯着 他手腕的牙印 说 给您添麻烦了 警察局里 一腾成气得浑身哆嗦 记不答 你给我等着 由于一腾成损毁数额巨大 外加袭警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一腾成来的时候有多硬气 求我的时候 就有多狼狈 我知道错了 哥 你饶了我好不好 我刚考上研究生 我还有学要上 你干嘛要毁我前途啊 真是好多年 都没人给我讲笑话了 你前途不是自己毁的吗 警察同志也说 现在不是他饶不饶你 你行为太恶劣了 他说了不算 最后 我没等到柳如烟来 昨晚笔录就回家了 据说 一腾成后来判了 但由于给了我赔偿款 所以没重判 缓刑出来了 这件事在当地算的大新闻 毕竟不要脸的人很多 像他俩这么登峰造极的 没几个 前前后后 从他追尾 到抢人老婆 最后撒泼 都被吃瓜群众给串起来了 视频绑成一块 外加一篇小作文 在当地疯传 还有视频博主转发 事情很快有了热度 底下都在评论 有人说 是哪里的吗 顶上去让他们单位和学校看到啊 这样的人 就别在现实中生活了 容易挨揍 啊 这不是我同事同学吗 即便打了马赛克 但还是被人认出来了 由于我已经和他们没了交集 一切后续 都是从网友的嘴里知道的 一腾成因为有了案底 刚考上的研究生 也读不了了 被学校给退了学 柳如烟的事情 闹到了单位 被开除了 更炸裂的是 柳如烟早就和一腾成 偷偷领了证 就在一腾成和我炫耀 柳如烟跟他求婚后不久 一个蹲耗子的 一个无业游民 绝配 但是 柳阿姨在知道一腾成有案底后 死活不同意让柳如烟生下来 毕竟 这件事影响孩子前途 是他们柳家的耻辱 他天天闹 甚至还煽动一大帮亲戚朋友 上一腾成父母家闹 最后柳如烟受不了了 跟一腾成离了婚 孩子也打掉了 爸妈感慨 幸亏你当机立断 要是硬着头皮把正领了 还不知道要多麻烦呢 现在全小区的人都认识他俩了 那天看门大爷遇见我 十分慈祥地跟我拍胸脱保证 哥你放心 大爷眼睛亮着呢 你安心 住在这个小区 我看他们 谁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混进来 经过小半年的折腾 我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工作上 短期内并没有结婚的打算 父母也意识到 盲目催婚 可能有数不清的问题 日久见人心 长期看人品 不焦不燥 好事多磨 玩